阿彌陀佛 四位同修 大家下午好 阿彌陀佛 请放掌 我们今天下午跟大家来学习分享 净土集荫光大师法语精华 过去先师敬老和尚 他老人家节路的 那么我们从第一集 第一条看起 一世之变乱之有虚在乎 一言以弊之 众生贪嗔之心之所致而已 贪心随物质享受而激增 稍不睡 则竞争随之 幼不睡 则攻夺战法随之 则死亡流离随之 则毅力激紧随之 则一切灾祸随之 称火赤然 世界灰尽以 那么这是第一条 节路第一条 那么第一条 这个第一句话呢 就是四肢变乱之有虚在乎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灾变 这个动乱 它的源流在哪里 它是什么原因 造成我们这个世界的灾变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世界 是不是灾变动乱 人心不安 那么这个三年的新冠状病毒疫情 那已经全球人类 大家都受不了了 在经济上 各方面 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那么这个三年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 到今年比较缓和了 但是也是还没有完全解除 只是这个病毒比较弱 比较弱 在中国古人讲 大疫不过三年 大的疫情 大概就是三年 三年之后 它慢慢的减弱了 那么这个 除了这个疫情 还有天灾人火 水灾 火灾 那么这个 最近台风带来的暴雨 在大陆台湾 这些地区都有造成 很严重的水灾 在美国 加拿大 意大利 都有严重的火灾 还有风灾 我们台湾跟大陆沿海 每一年都有台风 现在台风特别多 那美国它是龙减风 那龙减风也是很厉害 气风 地震 现在这个温室效应 气候不正常 南北极的这个冰川 快速融化 那个北极熊都没地方站 这个也是一个灾难 一个很大的灾难 那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 那么最近 又听说日本到河污水 大家也是人心惶惶 担心海洋受到污染 那么这个污染 现在是不止海洋 实际上就是水陆空多污染 陆地也受到污染 这个空中飞机一天到晚在飞 排的也是飞气 空气污染 所以造成这个温室效应 那么这些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现前这个地球的情况 我们现前地球 这个自然的生态 受到严重的破坏 这个大家也都了解了 因为现在资讯发达 所以这些资讯 大家都能接收到 这些全世界 一些天灾人祸的事情 那么这些灾难 什么来的 这个世界的灾变 这些乱象 动乱 这个国与国之间 像现在俄乌战争 还有这个内部的问题 包括我们现在 每个家庭的问题 都是乱象 这个乱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讲过 富而不乐 富而不安 就是有财富 现在经济发达 比过去好 物质生活也比较方便 但是有钱并不快乐 富而不安 有地位 做大官的 没有安全感 所以人心惶惶了 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说 这个是普遍的一个现象 这个都是属于变乱 我们现在 这个世界不太平 现在是乱世 所以海贤牢上在光碟讲 临坐太平前 不坐乱世的 就是宁愿在太平盛世 做一条狗 也不要再乱世做一个人 这说明那个人 不如那个太平盛世的狗 的确我们看到海贤牢上经历过那么多的大灾大门 那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大家都要有警觉心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处在一个太平盛世的时代 我们现在是处在乱世 在乱世 不太平 今天也不知道明天这个世界会变怎么样 这个的确我们现在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一个时代 那么这个世界的变乱之以物 虚在乎 这个言语 言音 在哪里呢 一言以蔽之 印光主是说一言以蔽之 就是说 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 一句话都可以包括了 是什么原因呢 众生贪嗔之心 知所致而已 这一句话 众生的贪心 嗔恨心 所导致的 这个贪嗔痴 那么贪嗔痴 在佛法叫三毒烦恼 但是我们众生 对这个三毒又特别喜欢 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的 疫情 我们都很害怕 所以我们要戴口罩 但这个贪嗔痴三毒 我们都不怕 而且还蛮喜欢它的 其实真正的毒就是贪嗔痴 三毒嘛 佛给我们讲 三毒烦恼 外面的病毒就是你内心的三毒气 感召来的 所以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就讲 太上曰 霍乎无门 为人制造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那么大家呢 如果要知道这个灾难怎么来 建议大家太上感应篇 念三千遍 念三千遍 你就知道了 你就很清楚了 这个善有善报 未有恶报怎么来的 很清楚 所以我在华上 我都早上带这些职工 要上班前先念太上感应篇 那我再讲太上感应篇 会篇 解药 就是大家呢 也是 我在那边带大家念 大家也不得已 要站在那里跟着我念 要听我讲 念我还要讲十五分钟 我没有占用他们的时间 这个 他们跟我念感应篇 我讲感应篇 我还有发工资的嘛 还有工钱啊 我没有占用你下班时间啊 所以大家也就 勉强跟我站在那里 但是站久了 每一天都站了 他们就慢慢欣喜了嘛 欣喜这个感应篇了嘛 所以我每天 我在台北啦 来这里就没办法啦 就他们自己读啦 我就交代啊 就是我再不再都要读一遍 哈哈哈哈 一定要读一遍再去工作 对大家有好处嘛 就这个太上感应篇啊 日诱一遍啊 灭罪消遣 受辞一遍啊 我说这个好处我还要发工钱给你们来受到这个好处啊 这个我说你到其他工资没有啊 人家老板不会带你读感应篇啊 我这个老板才带你读感应篇啊 还发工资给你啊 还有工钱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自己自动自发来念 三千遍 我们牢上的基本数是三千遍 基本数 三千遍念下来啊 大概你没有成佛祖啊 祈祖升天啊 你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啦 你心里就有一把尺啦 很清楚啦 那么众生贪嗔之心之所致而已啊 我为什么在这里提倡感应篇 这个感应篇不是有提倡的 是应光大师提倡的 因为道家的东西 如果不是应光大师提倡啊 我看没有人敢提倡 你在佛门提倡这个外道的 那你们要逐出佛门 所以应光祖师 他的德行 你讲佛经什么 他是大师自菩萨来的 大家呢 才能接受 来应祖用这个来代替借礼 还有安事前书了安事行 这三本书 那么 这个一二十年来啊 我们敬老和尚 他是加上这个地址规跟始善业 道经称为啊 如是道三个根 地址规感应篇始善业 道经 这个三个根啊 感应篇它还是一个主要的 因果教育 地址规是伦理道德教育 伦理是教做人啊 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人要尽什么义务跟责任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地位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多重的身份 是人的儿子也是人的父母 是学生也是老师 多重的身份 我们也做学生也做老师 所以公司你是老板 还是员工 这些都有多重身份 所以这个是伦理 道德就是明辨 是非善乐 身旺协证 所以这个是道德教育 独家 孔子讲的 自于道 既于德 义人 义义义 孔子的教学就四个字 道德仁义 道德教育 那感应篇呢 是讲因果教育 这三种是普世教育 这我们进老头上提了三个根 所以这三个根啊 感应篇它还是一个主要的 因果教育 阴光祖师特别提倡因果教育 他说这个末法时期啊 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啊 所有的佛菩萨神仙下凡啊 也救不了这个世界 唯一还能救就是 人人明了因果 大家就会断恶修散 这个世界啊 才有救 如果人人不明了因果 那就胡作妄为啊 那这个世界啊 就被毁灭 所以 欲光祖师讲 一言里必知 众生贪嗔之心之所致而已啊 这是灾难怎么来的呢 众生有贪心啊 称恨心啊 这个是用词的简化 但是它涵盖贪嗔痴慢 于恶见 这个是贪嗔之心导致的 那么下面呢 再给我们说明啊 这个贪心 说贪心随物质享受而激增 贪心啊 我们 大家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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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心啊 是内在的烦恼 我们内心的烦恼 那么物质享受啊 是外面的诱惑 那么 内有烦恼啊 外有诱惑 那么内外啊 相应啊 那贪心啊 这个烦恼 就现前了 这个我们 没有这些 物质诱惑的时候啊 似乎好像 我们没有贪心啊 好像我们 如果我不贪财啊 但是没得贪啊 但是有财来的时候 那才知道 有没有贪啊 那这个物质享受的 范围很广 就是财色名十岁啊 这个在经上讲啊 就是第一五条根啊 财色名十岁啊 这个财物 色包括范围很广 是你喜欢的东西 都包括在这个字 名就是 名声知名度 人都有好名的心 食就是吃的了 那特别是 杀生吃肉 为了这个口腹之意 这个造第一页 税就是放异 懈怠放异 这个无量寿经啊 在后面呢 也讲得很清楚 这个 就是贪心啊 它会随着 追求物质享受 而激增 激增两个字 激是激烈 增是增长 就激烈的增长 它这个增长 还不是 慢慢的增长 而是 很大幅度的增长 激烈的增长 那么我们从 现在这个 科技的发达 科技的发达呢 实际上 目的是什么 就是追求物质享受 科技的发达 为了经济 为了赚钱 无论 从事哪个行业 都是以赚钱 以经济为前提 那么赚钱干什么 就是追求物质享受 赚了钱干什么 吃喝玩乐 就吃喝玩乐 赚了钱干什么 赚了钱 就是为了享受啊 物质享受啊 物质享受就吃喝玩乐嘛 那吃喝玩乐就造罪业 那么我们现在呢 看到这个 科技的发达呢 这个五亿六成的诱惑 那比过去 它不只要多 几百倍几千倍了 那个诱惑呢 太大了 特别 现在这个电脑啦 手机啦 这些也都是诱惑 现在我听说呢 有一些小孩子啊 如果父母不买 手机给他呢 甚至杀父母的都有 那这个不止激增啊 已经是很离谱的 一个情况了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人啊 这些物质享受啊 人会有攀比啊 会比赛啊 你有我没有 我也要有啊 无量寿经讲啊 这个诗意其等啊 就是说 你有我也要有啊 那不可以说 你有我没有 我也要 就这样 那诗意其等啊 四小既有又又非常 那有了呢 又担心啊 失去嘛 所以人会有攀比之心啊 就是会比较 会比赛 那这个比赛下去啊 就人心不足 蛇吞向 人心这个欲望啊 是永远不能够满足的 好像蛇呢 他那个嘴巴就那么大 象啊那么大 他也想把他吞下去 这就是形容比喻啊 人心不知足 那么知足就常乐了 如果人能够知足 过去我们静老和尚在讲习当中 也常常想到这个事情 有一次他 坐一个出租车 那个司机啊 就给他讲 哎呀 日子不好过啊 我们师傅就问他啊 他说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 那个时候 二十几年前啊 台币也两三万块 也蛮好过的啦 他说你日子过不下去吗 他说没有啊 有的吃 有的穿 还有车子 还有房子可以住 他说很好过啊 但是他说呢 我比那个有钱人还差很连啊 我们师傅说 你要跟你家比赛 那你就会很痛苦 你永远不会满足的 你得到一百万 就想要一千万 一千万得到要想一亿 一亿要想得十个亿 那你就是有一少一嘛 有了这样 又觉得少了一样 还是够 永远不够 那你永远跟你家比赛啊 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我们师傅就欠他了 你知足常乐啊 你的生活像神仙一样啊 不要跟你家比赛 你就很快乐 你就很自在 所以一件衣服啊 穿了几十年啊 这个都不用买的啊 那有人就说了 会被人家笑死啦 你都穿那个旧衣服 那我们师傅就说了 笑死是他死啊 你没死啊 所以佛陀出现在世界 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 就山里一波啊 出家人就穿了那个衣服 永远是没有什么流行的啦 那这个也是给社会大众 一个典范吧 就是说这样就可以啦 像我们出家人 这个衣服穿的都是 大概这样 再怎么流行也就是这样啊 那在家人的衣服 哇那发样就很多啦 那些设计师啊 都叫赚你的钱啊 不断动啦 我今天在设计设计 都叫赚你的钱啊 那你要去跟着搭 那真的啊 你赚钱就是一直在销费 销费销费 那么西洋人啊 他是主张啊 销费刺激经济啦 这个跟东方文化不一样 他们就是一直叫销费销费 大家尽量买尽量买 这个杯子啊 还可以用 丢掉 现在有新的出来啦 这不要啦 再买新的 这个叫做刺激销费啦 刺激经济啦 那其实这个我们用 如果你不要去摔坏啊 用一辈子也不会坏啊 所以现在呢 全世界都走西方 这个功利主义的一个方向 那功利主义就是怎么样 大家都追求物质享受嘛 那物质享受呢 就是不断的这个去追求 但是呢 物质毕竟有限啊 我们地球的资源啊 毕竟有限啊 我们地球的资源啊 不是说用不完的 所以我有一年在 这个也是20年前啊 在美国境中学会啊 跟杨会长讲 我说现在美国经济怎么样啊 他就说道师啊 我们都是很老的同修啊 讲得都比较没有客套啦 他就给我说啊 银吃卯粮啊 就是下一代子孙用的啊 这些资源 现在这一代的人都先拿来用啊 用光啊 所以都要负债啊 这个资源用完了 用完了之后啊 那不够怎么办呢 我们接着看下面 贪心随着物质享受而激增 贪心随着追求物质享受而激烈增长 稍不睡 不睡就是说你得不到 我要得到物质享受 我一直要追求物质享受 不断地追求 你追求到了 当然能满足你的欲望啊 你就没问题啊 但是如果你得不到的时候 稍不睡就得不到 则竞争随之 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都在竞争 大家都在争 那么我们看到呢 西方的文化呢 它从小就教竞争了 你没有竞争你不能生准 就是要竞争 但是竞争啊 是这个世界乱象的根源 根源 这个就是提倡竞争 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 在是在讲习当中都讲了很多 从小就叫竞争 那竞争得不到呢 就斗争嘛 斗争就不择手段了 斗争就叫恶性竞争 这个竞争还有良性的竞争 跟恶性的竞争 那良性的竞争是好的 恶性竞争那就不好 那么良性的竞争呢 是正面的会进步的 比如说一个商店 你一个餐厅 你做的这些菜 还有你的服务 如果有这个服务的品质不一样 一样的价钱 那我们当然要去服务好的这一家嘛 那你服务差的那一家 你才会改进嘛 那这是好的 这种竞争是好的嘛 那如果恶性竞争是怎么样呢 它就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 那个不叫竞争 叫斗争 那这个应该是用 你服务品质好 大家越来越好 那消费者就无报了嘛 所以我从小啊 我们家也穷啊 我母亲在卖菜 我们在那摆个菜摊 对面的摆个菜摊 我们对面那个卖菜啊 它可以便宜我们一半以上 等一半买半送 我们同样是到市场批发的啊 亏本生意没人做啊 那如果要做亏本生意呢 还要做生意吗 就不用做了嘛 他就是要给我们斗垮 就是我看到你摆在我对面 我就要你倒闭 然后他一家他就独赚了嘛 那有我们家在 客人有时候 也会来我们这里买 有时候会去他那边买啊 那如果他一家 他就独赚了嘛 但是我们就想 奇怪了 怎么会有亏本生意 不可能嘛 后来我们真的被他逗垮了 我们卖不下去 人家客人来这边看 一样的菜 一样的重量 然后价钱他便宜一半 我问你你要去哪一家买 你当然去他那一家买啊 不会来跟我们买的啦 我们当然倒垫啊 我们倒闭啦 后来啊 我们倒闭之后 也是很不甘心啊 私下去调查 对面那一家 他会偷那个磅层 会动手脚 还有呢 他到市场啊 一面去批发 一面去偷一点 那偷就不用本钱啦 所以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一定被打垮 这个叫恶性竞争 这就不是良性的 良性就是说 我们来比品质服务 人家来买菜 我们有笑容 有礼貌 不偷人家金粮 菜卖新鲜的 货真价值 同手无欺 这个是良性的 那这个是恶性的嘛 这个我们够垮了 后来跨了呢 我母亲就去出家了 后来有的时候 给我母亲讲 我说 现在我们邪乐佛啦 听了听啦 可能那个人也是菩萨啦 我一直给我妈妈讲 我说 如果你卖菜很赚钱啊 你还会去出家吗 我感到不下 我说那也不错啊 他成就你出家 还是要感恩他 能够用我们牢上的角度来思考 那他是菩萨 所以世间的事情啊 也没有绝对的好坏 看结果 看结果 不好当中有好 好当中有不好的 负当中有福 负当中有负 负乎相成 那么这个竞争随之 又不碎 就是竞争你还得不到 则功夺战法随之 那么竞争又得不到 要怎么办呢 用抢的比较快 抢的这种武力啊 功夺战法 功啊打仗 现在世界战争是为什么 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为什么打仗 那这个 我们现在讲白了 为钱而战 为追求物质享受而战 就为这个而战 像以前早年这个 欧美啊 侵略中国 外国侵略中国 他不是为了抢吗 就是抢嘛 说不好听就抢到 就用武力来抢 得不到他会抢的 那发展这些武器干什么 抢劫用的 讲白了不都这样吗 那你得不到 你就用武力去侵战嘛 去侵夺嘛 这个就是 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个现象 现在这个世界战争 不是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他是为了钱而战 为了抢夺物资 资源而战 都是为了这些 战争是为了这些 抢夺资源 都是为了这个而战 所以英光大师讲的没错啊 这个根源就是 你要推去物质享受 贪心随着物质享受激增 享受不能满足你的时候 你就要去竞争 那你竞争做生意 现在打贸易战 这个就竞争嘛 竞争得不到呢 用战争 战争又抢的 则攻夺战法随之啊 那战争呢 就是为了贪心 为了追求物质享受 为了夺取资源而战 那么战争的结果呢 那就是 则死亡流离随之啦 这个战争就很惨了 刀兵节啊 这个前几天 这个有一个同修发一个 乌克兰战争的 那些 也有军人 也有人民百姓死了 男的女的都有 就用那个丝袋啊 裹起来也没有棺材啦 那就挖一条壳钩啊 长长的 挖一条壳钩长长的 然后尸体啊 就一个一个丢下去 好像丢垃圾一样丢下去 那我看到有一个 就是脚露出来啊 有一个女士啊 脚啊 还穿着高跟鞋 脚露出来 那上半身用丝袋啊 抛脚 塑胶袋 抛脚 就丢下去 一具一具上丢下去 那个就万能坑啦 所以这个战争就很惨 那这个就是 你看这里讲啊 则死亡流离随之啊 就死亡流离 然后就来了 那么战争接着呢 则毅力积锦随之 毅就是瘟疫 就现在的传染病啊 像这个三年的 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 这个就是毅 我们中国传统叫瘟疫 现在叫传染病 叫病毒 这个 力就是灾力 就很多 不正常的现象出现 激紧就是粮食缺乏 现在全世界也是粮食缺乏 因为战争啊 还有这些 天然灾害 水灾干旱 这些都 会造成粮食缺乏 你看一个台风来了 这个大陆我是不太清楚 这个台湾早年啊 我们台风进来啊 那么每一次来 如果经过陆地啊 最少要损失几十亿 上百亿啊 那浓州都泡汤了嘛 种了西瓜啦 那水一泡下去都烂掉啦 那辛辛苦苦就没啦 这个我们 每一次台风来 这个菜的价钱就高涨 这个我们生长在台湾 就是每次台风来啊 那个菜都贵得不得了 比什么都贵 因为都被台风吹光了 这个也是一种 激紧的一个现象嘛 那何况战争呢 还是大的灾难呢 那这个 现在全球啊 也是缺乏粮食 那么以前啊 说如果你没有六年的存粮啊 就是这个国家告急了 这个最少要六年 这是六年都没生产 还有得吃 如果没有这些存粮啊 就告急了 所以国家必须有这些存粮啊 基本要六年啊 那如果有九年就更好了 那这个就是预防啊 激紧的 预防啊 有灾难 有战争 有动乱 还有粮食可以吃啊 那么战争啊 接着就是温历啦 灾历啦 激紧啦 这个天灾人祸啊 那么一桩一桩啊 都会有现钱 择一切灾货水池 择一切灾货 就是所有的灾货通通来了 这个俗话讲啊 福无双至啊 货不单行啊 好像福报呢 没有同时来了很多种福报的 来了一个福报就不错啦 但是灾货来啊 好像不止一个啊 好像很多 像我们这个地球啊 这不是只有这个病毒的疫情 还有水灾 还有火灾 还有风灾 还有战争啊 那这个好像不止一种啊 所以这个一切灾货水池啊 那么战争就是称恨嘛 称恨属于佛嘛 那么贪心属于水 贪心感令自然界的是水灾 那么称恨心感令啊 自然界的是火灾 那么这个不迷信 大家现在说这个 跟我们人没有关系 其实人是推卸责任 其实就是人制造出来的 灾难都是人制造出来的 所以太上感令篇讲嘛 货福无门啊 为人制造啊 唯有人自己去感召来的 善恶之暴如影随形啊 那一句话就跟你讲清楚了 灾货福报没有门路啊 唯有人自己 你要去感得福报还是感得灾货 都是你人自己去感召的 就是善你感应到福报 恶感应到灾难 你造恶业当然感召的就是灾难 但是现在人不相信这个 认为这个是迷信 那感令篇讲鬼神 其实那个也不是鬼神作主啊 那感令篇讲的是鬼神 他既攻既过 那也不是他想跟你既攻 就既攻既过就既过 他是依人所患轻重 要注意那一个字 依就依照你人所患的轻重 那他只是一个执行而已啊 他没有任何的意思 所以依照人所患的轻重 这个就因果了 这个因果力啊 人人平等 所以凡人有过 大则多计小则多算 就是凡是人 不管你白人黑人防种人 什么颜色的人都一样 这个跟地藏经讲的一样啊 无论江湖遗迪老幼贵贱 你造的那个业果报都一样 那跟谁都没关系 跟自己有关系 自己造的 自己造自己受嘛 自作自受嘛 事实真相是这样 这个一点都不明显 那么贪心感应水灾 称贵心感应佛灾 这个在任元经 佛讲这个道理 讲得很详细透彻 那么我们可以从 我们身体这个生理的反应 也可以去体会嘛 贪心 比如说你贪吃一样东西 我们常讲啊 哎呀 很想吃一个东西 想到都流口水了 是不是啊 会流口水 或者没有吃到梅啊 想到梅也会流口水 就是我们想贪这个东西啊 那这种心理啊 跟我们生理的这个反应 就是水 流口水嘛 流口水大家应该都听过啊 哎呀好想吃那个东西 想的都流口水了 那个贪吃那个东西嘛 那称贵心就是佛嘛 你看他的发脾气 脸红脖子粗啊 像佛在烧嘛 那反应出来就是照热嘛 佛 所以从我们身体这个生理的反应 也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那么感应到 这个自然界的就是 给灾跟佛灾 那么水灾佛灾是供应 大家的供应 那我们个人是从我们这个身体 那感应的是自然界的供应 大家供应所感 像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是供应 全球人类的供应 怪谁都没有 遍天游轮啊 只会增加罪应 人类啊 经过这三年的疫情 并没有回头 并没有完醒 我们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现在好像只有一双事情在还行 温室效应要减碳 知道呢 我们人造了太多的污染 那么为什么污染呢 因为科技发达就是污染 你要赚钱发展这些科技 就必须接受污染 那如果你不赚钱 我们就可以不受污染 就这两条路 给人类去选择 但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啊 它是一个不归路 它是一个不归路 所以中国古人啊 古顺先贤 东方人并不是不懂科技 知道这个东西发展下去是 不归路 你回不了头的 所以不发展这方面啊 发展在这个人文啊 教育啊 政治这方面 西方文化不一样啊 他们就追求物质享受 他们的发展科技 那发展科技 你看它是干好事还干坏事啊 发明那些武器很厉害 到处欺负人 不是造罪业吗 弄得现在地球变成这样 所以现在呢 始作勇者从英国开始啊 工业革命啊 你真的要追究 那个国家污染 那个污染 你带头的啊 他怎么都没有反省自己呢 所以有良心的外国人还是有 像汤恩比教授 他就讲真话啦 他说呢 科技啊 盲目的发展 该发展的发展 不该发展的发展 汤恩比教授啊 他也提倡啊 恢复传统的农耕 他是有学问的学者 他不是乱讲的 他有根据的 所以他讲这个西方的文化 他们的思想 就是要去征服人的 那你要征服他 他也要征服你啊 那不就打了吗 打了就是这里讲的啊 这个功夺战法随之啊 那就是死亡流离随之啊 接着就毅力激紧随之啊 这个阴光祖书简单几句话 他就把灾难的 灾难的 就给我们说出来了 那么称佛侧栏啊 世界灰尽以啊 这个称佛啊 我们现在有看到 加拿大的野火 好像现在还在烧啊 看那个电视爆出来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那个天空都是红的啊 不是拍电影上那个彩色的 不是啊 烧到整个天空都红的 要救也很难 夏威夷那个茂尾岛啊 也是一阵风吹过来 那个野火啊 整个森林大火 这个烧的啊 也是形成一个大灾难 找到尸体啊 已经烧死了一千多人 没有找到失踪的还有很多 这个意大利也是大火 这个水灾啦 火灾 那么称火赤然 世界灰尽 这个灰尽就是核子战 核子武器啊 现在呢 战争啊 如果大国跟大国介入战争啊 最终是核子战争 核子战争就没有赢家 都同归于尽 这个阴光大师讲啊 世界灰尽 就是核子战 结果都大家一起去死 就这样 我们学了佛啊 这个眼光 我们的见地 见解啊 我们的认知 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 我们认识的 我们知道的 你有学佛的人不知道 没有学佛的人还糊里糊涂的啦 到时候怎么死的他也搞不清楚 因为这些都是人类制造出来的 那么这些科技的发展啊 汤恩比教授讲 盲目的发展 他是讲到重点 他也不是说反对科技 你要发展正面的科技 不能盲目发展 该发展的发展 不该发展 你也发展 什么叫该发展 什么叫不该发展 你不破坏大自然环境的 那这个可以发展 那你会破坏 会污染 大自然环境 就不能发展 发展下去 就是破坏地形 自然环境 我们现在大家都感受到了 南北极冰山快速融化 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但是呢 为了赚钱 把这个力摆在前面 那人类就遭难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 包括我们这个医疗也是一样 医学啊 前两天 有同学发一个视频给我 说现在这个医生啊 很不道德 无论是中医西医啊 如果只把赚钱啊 摆在前提啊 那就没有医德了 他是唯利是徒了嘛 那么他要赚其他的利益 那就是要损害病人的身体 所以这个有一些药啊 他就是让你终身的吃 不要治好 他那个才有生意啊 如果一次就治好了 那后面他照着要卖给谁啊 他就没钱赚了嘛 所以过去这个中医啊 他是悬浮济世 他是救人 他不是赚钱 所以过去的医生很穷的 这个跟老师一样 他不是赚钱的 所以不为良相 变为良医嘛 过去中国古代读书人啊 自在圣贤啊 自在救世 救众生的疾苦 不是在做大官 赚大钱 那心态不一样啊 那后来呢 到了明朝清朝啊 读书人都是为了功名啊 为了名文立扬啊 不是在圣贤啊 所以那个心态跟古时候就不一样 跟宋朝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啊 所以医生这个摆在这个赚钱啊 那病人就惨了嘛 像这个你进口一个机器 现在他要本钱啊 他要投资啊 比如说在台湾有很多那个洗肾的机器啊 一进啊 就是好几百万啊 他要回收啊 病人不该洗肾他也鼓励嘛 不然他没生意 那他才能回本嘛 病人就惨了 那你药就是吃不好 反正就是让你终身吃啊 他才有钱赚嘛 那这个就没有医德啦 这个就是造第一页啊 那现在如果说把这个力摆在前面啊 那这个病人就惨了 那么现在呢 各行各业啊 如果都是以力为前提 那这个都会造这一页啊 实在讲啊 都是造这一页啊 所以应该要义啊 所以伦理上讲啊 君子义于义啊 小人义于利 所以这个 不是不能取那个利 利是可以取 合乎义的利 就可以取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不取非裔之财啊 这个取非裔之财啊 就后面果报不好 太上感动篇到后面讲啊 取非裔之财者 譬如肉骨救济 振酒止咳 非不赞保 死亿及之啊 你取非裔之财啊 你本身会有灾难 你的家里的儿女啊 会渐渐死伤 如果不死伤就生病 不生病啊 那么就水灾火灾盗贼 夺取你的财物 不然就有口识 官司 打官司 诉讼 消耗你的财物 所以非裔之财啊 得的也不能受用 好像肉骨救济 振酒止咳了 喝有毒的酒要止咳 结果喝下去就死了 吃有毒的肉啊 吃下去也就死了 不会饱 也不会解渴 把这个形容比喻啊 非裔之财 所以为什么感动篇 能够救这个世界啊 现在你看看啊 个人是这样 一个家庭是这样 一个团体 一个国家 一样 整个世界都一样的 你取非裔之财啊 损到你自身的福报 所以这个世界会进你啊 这个阴光祖师给我们开示啊 我们看看现在人类 他的趋势 他的趋势 科技的发展 追求物质的享受 这个竞争战争 这个好像是一条不归路 要回头很难 现在大家也知道 发现这个问题 但是你见他 不要继续发展 办得到吗 我看所有的佛菩萨 什么上帝神仙 全部来了 也不可能 我们不要讲别的 就美国的枪支就好 美国它是金工复合体啊 就是说政府跟民间 它是合作的 那么金工就是造武器啊 你做这个兵工厂 要投资啊 要钱啊 那你不断去研发 制造最大的武器 你要去卖才有钱赚嘛 不然你造出来 不是摆在那边好看的 那钱投资家是要血本无归 所以呢 他会卖武器 那卖武器要有战争啊 战争他才会给你买武器啊 没有战争人家就不买啊 那现在你们都不战争 那怎么办 我这武器卖不出去怎么办 我就去分化你们嘛 你们国家如果两派不一样的 他就去闪动嘛 去制造 然后你们去打 给他卖你 给他赚钱你们打 他赚钱嘛 他得到利益嘛 就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这么搞的嘛 美国他自己现在也尝到恶果啊 他这个金火商啊 在美国的法律就是 你可以去买枪的 你只要成人你就可以去买枪 现在买枪呢 常常听到啊 枪击案啊 在美国一年都好几起啊 最近好像又两三起啊 校园 有一些人就是枪拿着乱打人啊 跟他也无冤无仇 就杀人啊 最近好像又好几起 就是枪击案 他们也是发现这个社会问题啊 那一直说枪支要管制 不能这样 但是啊 你现在发生啊 你现在发生啊 将来还是会发生 所以这个科技的发展啊 我们在北京讲啊 死梧桐啊 就是不归路了 你就走到尽头就是世界飞进了 因为你照这个逻辑啊 这样发展下去 最后结局就这样啊 真到最后就是大家核子武器拿出来 大家一起去死啊 就这样 到最后世界啊 这个就重新洗牌了 那这样啊 那这样啊 人类才有可能会觉悟 这些科技文明都毁掉了 都没有难 那剩下少数人啊 可能就会去反省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看到这些啊 也是知道这个世界啊 将来也是会有大灾难的 会有大灾难 那么这个第一条 映主给我们讲 这个世界变乱的源流 我们接着呢 看第二条 唯我如来 残苦空之地 已至众生之贪 红瓷碑之质 已至众生之称 那么这个就是对质啦 这个第二条就 唯我如来 释迦如来 残是残阳啦 苦空之地 这个地就是真理啊 地是真理 那真理就不是迷信 那现在呢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事实真相 那才叫我迷信 实在讲啊 现在说迷信的人啊 就是本身他是迷信啊 他就迷得最深的 说人家迷信是他迷得最深的 他迷信最深的啦 他迷信什么呢 迷信科学啊 为什么迷信科学 他迷信啊 科学是万能 迷信不迷信啊 迷得比邪佛的人的深啊 那科学是万能 那叫科学家来 那个不要闹水灾 看他全球哪一个科学家有办法 不要火灾啊 美国不是科学很发达吗 他为什么有火灾 为什么有龙减风 发明个机器放在那里 就不会有龙减风 那不是很好吗 但是我们看是做不到的啊 那地震你说把它弄一个 让它不要咬啊 大概他也没办法 那这个不是迷信吗 这个有一年啊 密西根大学的同修 请我去密西根大学啊 跟他们同学啊 就像这样讲话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 那我们台湾的一个留学生啊 他就是喜欢听我这个四字五银的佛号 他说他父母不信佛 他信佛啦 他父母很反对的 他就我讲完了 他就载我去玩啦 他开车载我去旅游 载我到一个公园啊 然后就给我讲 他说哎呀 舞蹈法师啊 我是来学科学的 我的父母都不信我 我都偷偷信了 不敢让他们知道 他说呢 有良心的科学家呢 会说科学不是万能 他说没有良心的科学家 会说科学万能 说科学万能是没良心的 他说不是万能 他是有良心的 他说他是有良心的 那这个 我说你学佛 毕竟你还是比较有良心的 所以从这些地方啊 我们就知道 现在的人他迷信什么 那么佛是觉悟的意思嘛 觉是破迷的嘛 唯我如来啊 禅苦空之地啊 这个禅就禅良啦 苦就是这个世界苦啊 苦即灭道 就是四圣地 苦地 地就是真理 这个世界只有苦没有快乐 妙法连华经 佛给我们讲 三界通苦 我们现在觉得很快乐 也是苦 叫坏苦 这个快乐会过去 过去啊 后面就是苦 好像我们吃东西 刚开始肚子饿的时候 吃得很快乐 但吃太饱就苦了 这个叫坏苦 就是乐 不能保持永久 会坏的 坏的 那个乐过去 那后面就跟着就是苦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讲啊 叫做乐即生悲啊 那后面跟着就是苦 那么这个叫坏苦 苦苦就是说 苦它不会变成乐 只是会增加苦 好像我们被人家打一下很痛 再打一下更痛嘛 那不会说 打一下很痛 等一下再打一下就很舒服啦 不是这样的 那么行苦就是说 这个苦它是没有间断的 好像流水一样 它没有暂停的 这个叫行苦 所以我们异界啊 苦苦坏苦行苦都有 社界啊 没有苦苦 有坏苦有行苦 无社界 它没有射身 没有宫殿 它有行苦 没有苦苦 没有坏苦 所以三界通苦 除非你证了阿罗汉啊 超越三界六道 那么就很有这些苦了 只要在这个娑婆世界啊 三界六道啊 就是一个苦 我们这个人道 算在六道是不错的 那人道基本上也发苦啊 我们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苦啊 我们在母亲胞胎啊 像胎语一样 不见天律 出生的时候啊 接触外面的空气啊 好像万箭穿心 所以小孩生出来就哭 那么老啊 也苦 我现在就感受到老苦了 咬齿都掉光了 眼睛也发了 现在要戴老花眼镜 我以前不用戴 那不是老苦吗 体力也衰了 老苦就现前 那么病苦也就跟着来了 死苦 四大婚礼 生理此别 我们在生理上 基本上有生老病死苦 这个是身体的苦 心里有求不得苦 人家有我没有 我也要求 那求不到就很失望 失望就很痛苦 你求得不到就很苦 求不得苦 这个爱别离苦 喜爱的人生理此别啊 很痛苦 怨真会苦 跟这个怨家对头啊 偏偏碰在一起 互相报复 怨真会苦 怨亲在主 这个苦啊 特别是一家人啊 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没有这四种人 不会做一家人 总之啊 怨亲在主 五因是胜苦 前面七种苦都是五因所造的 五因啊 它不是真的 但是我们执着了 就有这些苦了 心经啊 观之在菩萨 照见五因皆空 度一切苦恶 如果我们修这个 圣身波乐啊 照见五因皆空啊 这些苦这些恶就没有了 这些苦这些恶也不是真的 但是呢 我们不觉悟啊 好像做噩梦啊 你不知道在做梦 你就苦受啊 知道是做梦 醒过来啊 苦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我们现前啊 这个苦空 这个苦地 苦是真的 快乐是假的 那么空就是 波乐经讲啊 一切法啊 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 我们人都有控制 占有的欲望 有得到的欲望 但是波乐经给我们讲啊 这一切法呢 我们是不可得 我们得不到 这个心经讲啊 无所得嘛 无自义无得嘛 那么 得不到 一切法 毕竟空 无所有不可得 不可得当中 你要有得 那就是打妄想啊 所以这个一切法是空 空不是说 什么都没有叫空 档体即空 这个油是从空所现的 像电视的屏幕啊 屏幕是空的 但那些节目那些现象是油 那个油是从那个空出来的 所以空有不恶 这个才是 博经讲空的道理啊 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 不是那个意思 当体即空 好像我们看电视 你打开这个频道啊 这些节目 无量无边 但是屏幕它还是空的嘛 当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 好像照镜子也是一样啊 照一个人的样子 那镜子还是空的嘛 但是有那个像啊 所以当体即空啊 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啊 也是空 就是金刚金讲啊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一如电 运作如实观啊 这个有为法 就是有生有命的 这些万法 物质的精神的 不相依行法 抽象概念的 通通是叫做有为法 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 有变化的 就是如梦如患如泡如影 如露如电 好像做梦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 都是有为法 物质的精神的 有为法在白法明门论啊 94种 94种啊 都列在有为法 那么有为法 它不是真的 它是虚幻 如梦幻泡影 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空地 如梦幻泡影 那这个空不是说没有 是空有不恶 当体即空 当体即空 因为原生法呢 它是引起性空啊 各种条件啊 合起来 现出的现象 它没有自性 它不是独立 现起来的 它很多人合起来 现出来的像 这个叫原生法 原生原灭 原聚原散 这个叫原生法 那么我们的自性啊 它是不生不灭 它没有来气 没有生灭 便得去除 好 我们讲 叫大家能够体会的 讲到我们现在这个苦啊 我们去想一想 我们这一辈子啊 我们老同修过了几十年啊 你觉得很快乐吗 有些人都说 他觉得很快乐啊 还没起雾嘛 他觉得很乐 人在苦中就不知苦啊 知苦便是善生死啊 你知道苦啊 你的善根就生起来了 为什么呢 你知道苦啊 知道人生苦 你就会想去解决这个苦嘛 这个就觉悟啦 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如果人在苦中不知苦 他就不会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苦就让他苦吗 大家不都苦吗 那这个就很消极 这样的人生就很消极 所以以佛法来看啊 世间人都非常消极 佛才是最积极 要解决问题啊 你们有问题不解决 很消极 我们要解决问题是很积极的 那么我们从前一点来讲 灌恶修善的人对善很积极 对恶就很消极嘛 照恶业的人 他对做善事他很消极啊 照恶业他很积极啊 各有积极各有消极啊 那么这个不学佛的人啊 他对迷惑颠倒很积极啊 唯恐迷得不深 那学佛的人啊 就是对觉悟很积极 对迷惑啊就很消极了 慢慢疏远了 所以这个我们众生为什么贪呢 因为啊都认为这个世界啊 我们可以得到 是真的 我们可以拥有 其实这是打妄想 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你都拥有不了 身外之物你能拥有什么 那这个身体你都不能主宰啦 那你还能拥有什么 这个身体我们叫它不要老 做得到吗 我也想不老啊 但是它还是老啊 所以你不能主宰啦 这个在佛经讲叫无我嘛 我是能主宰的意思嘛 无我 那你不能主宰啦 那你认为这个你能主宰 那这是你的错觉嘛 你的妄念嘛 错觉 那么知道这个世界苦空啊 就放得下啦 放得下就不贪啦 我们日子就过得很自在啦 就能吃足常乐啦 我们要追求的就是 要觉悟啊 绝而不免啊 我们要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 要解决生死的问题 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知道苦空之地啊 我们这个贪心才能降伏下来 扶负 扶住这个贪啊 那么宏慈悲之子啊 以至众生之称啊 这个在小圣法叫五庭心观 多称众生慈悲观啊 多贪众生不敬观啊 多善众生属习观啊 那依至众生呢 殷连观 多葬众生念佛观啊 这个叫五庭心观啊 对峙我们的烦恼 那么我们众生啊 就是没有慈悲心啊 所以才会有称恨心 慈能以乐啊 悲能拔苦 众生啊 就是缺乏慈悲心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的名号就是能人嘛 能够行仁慈的人 那孔老夫子的教学啊 道德仁义 仁爱的人 也是慈悲心 所以讲道大家听不懂 德还是不懂 所以孔老夫子教学从人下手 人就是两个人 推起吉人 想到自己要想到别人 人不能自私自利 要为众生想 为别人想 所以众生的苦 就是自己的苦 那么这个 我们称恨心就能够降伏下去 就是慈悲心嘛 那么我现在讲这个啊 大家感受还是不会很具体 我讲一个太上感念篇的公案 太上感念篇到后面 说呢 不勿心其善 善虽未为 而习神以随之 复心其恶 恶虽未为 而凶神以随之 这个 就是我们起心动念 你起一个善念 你的善事还没有做 你这个善念一起来 马上感念的习神就来了 就感念了 习神就来了 你起一个恶念啊 坏事还没干 凶神就来了 那么在感念篇会篇 有一个公案来 一个袁智石先生 一言两言的人 自己的字实在的词 那么他有一天啊 要去报仇啊 有个姓庙的啊 对不起他 他带着刀啊 一大早要去报仇 到姓庙的家里去啊 要去杀他 那经过一个仙怨庙 大家听过仙怨庙吗 我们皇帝的子孙啊 不可以不认识仙怨 皇帝啦 皇帝不是那个做皇帝 不是那个当皇帝啊 是那个黄色那个房啊 皇帝啊 我们黄皮肤的啦 就皇帝的子孙啊 那个仙怨庙就供那个房帝的啦 这个大陆 不晓得在哪一省有仙怨庙 应该有 可能在河南河北那边 西安那边 在台湾宜兰我看到有仙怨庙啊 那么他经过那个仙怨庙啊 那个庙住就是看庙的那个人 一大早看到有一个人从庙经过 看到后面呢 跟了好多那个凶神恶煞 他没有多久 看到那个人又绕回来 这次绕回来 后面跟着很多护法善神 他看到很奇怪啊 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刚才看到很多凶神恶煞 跟着他后面 现在又绕回来 经过又看到很多善神啊 跟着他 他就出去把他找进来庙里面 问他啦 他说你贵姓啦 你刚才是去哪里啦 去做什么呢 看你刚才经过我们庙门口 没有多久又绕回来 你刚才是去什么地方啊 这个炎智石先生就坦白跟他讲了 他说呢 我刚才啊 是准备要去杀那个姓庙的 他那个对不起我啊 我去报仇啊 但是呢 走到他家门口啊 他就忽然想到 这个对不起我的 只有姓庙他一个人啊 但是他就想到呢 这个姓庙的 他有个老母亲八十几岁 他的妻子儿女还小 他说我把这个姓庙的杀了 他的老母亲谁来奉养啊 他的妻子儿女谁来照顾呢 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人啊 那我杀了他一个人 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 他想到这里慈悲心就起来了 为他家人想了 他就放下报仇的念头 算了不要报仇了 他这个就是慈悲心起来了嘛 刚才那是称恨心 非把他杀了 否则呢 不能泄恨 不想那个姓庙的得罪他多深啊 但是他到那家 突然为他家人想 申起慈悲心啊 放下报仇的念头 要回去 那这个妙筑就跟他讲 那我明白了 他说你知道吗 刚才你怒气冲冲 要去杀那个姓庙的 我看到啊 你后面跟很多凶神恶杀 跟一大堆跟着你啊 都是凶神啊 那凶神跟着我们 那肯定没好事嘛 那你去到他家 你突然升起一个慈悲心啊 为他家人想 放弃报仇的念头 你这个善心啊 慈悲心起来了 那你又回来的时候啊 你后面跟着你都 护法善神 急神啊 跟着你啊 他说你从今后 断恶修散 你将来前途无量 后来他听到了 吓得有一声冷大 我都起了个念头啊 人都还没杀 凶神都跟这么多 急一个善念 急神就跟来了 后来他真的就努力 断恶修散了 后来就做了很大的官了 那我们几度这个积极的公案 什么叫慈悲心 你就会为别人想 不是自私自利 只为自己想 会为别人想 那么佛法叫为众生想 那你福报就无量无表 这个叫慈悲心 所以我们牢上常常常教我们 人家侮辱我们 毁谤我们 陷害我们 甚至杀害我们的 不要用 慈悲心去对他 像这个金刚经 割立王啊 割结忍入仙人的身体 这个忍入仙人 他是没有四项 他破四项 所以他能忍入 而且他不但没有怨恨啊 还发怨啊 将来成活第一个度胎 后来就教成了 尊者就是前世的割立王 那么忍入仙人 他能够忍入啊 就是因为他破四项 破四项啊 割结身体啊 就像刀割水一样 他不会感到痛苦 他说如果我当时有四项 我一定生称恨心 但是他没有四项啊 就不会有称恨心了 那个路定路三昧 没有四项的人啊 刀割这个身体啊 像化虚空一样 没有痛啊 没有痛他就不会生气啊 你痛才会生气嘛 不痛他当然不会生气啊 所以金刚经就破这个四项 但是我们众生就执着 这个身是我啊 所以我们会痛啊 所以剑师破啊 五种剑破 第一个要破的叫身见 那这个是第一关啊 最难突破的 不过我们现在有个净土法门啊 我们可以拜业往生 但是这些对我们福福 念佛功夫得理有帮助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苦 这个世界空啊 到最后无所得 起码呢 我们贪心啊 也会淡化 也会减轻了 到最后啊 能够把这个贪啊 扶住 那么慈悲心啊 就是多为众生着想 为别人想 那这个慈悲心呢 我们就会生起来了 那这个第三条啊 就是前面讲到这个世界的灾难 怎么来的 那佛也把这个对治啊 众生贪嗔的道理给我们说明了 那么要断这些烦恼也不容易 所以啊 说了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呢 就是誓众生以离苦得乐 因为我们读弥陀经啊 弥陀经讲啊 这个极乐世界为什么叫做极乐 因为呢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顾名极乐 就是说 极乐世界的众生啊 没有苦 苦的声音啊 听都听不到 所以 我们说佛世界所有的苦 在极乐世界 你也听不到 你也看不到 所以那个世界叫极乐 我们这个世界叫极苦 就两个对比啊 一个极乐 一个极苦啊 所以 无量寿经后面这个 33品到37品 这五品经就讲我们 说佛世界的现状 讲的淋漓尽致 我们一看 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常常读这个五品经啊 也能够看清楚 我们现在收佛世界 五卓二世的现状 就是这样 活在三千年前啊 讲得很清楚了 那么极乐世界 前面介绍得很清楚了 那么两个世界呢 一对比啊 我们就有一个取舍嘛 心恋嘛 我们心目极乐啊 怨离苏婆啦 那么怨离苏婆也不是讨厌 那个怨就是 不留恋这个世界 就是一心恋佛啊 发现求生极乐 那么要度众生啊 也要到极乐世界 再回来度众生 我们才有能力 现在呢 我们是 尼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了 现在有这个怨很好 但是做不到 那往生极乐再回来啊 得到弥陀的加持啊 我们就能不退转啊 你不管生到哪个世界 在哪一道 活力都加持 让你深深都知道宿命 你不会忘记 你从哪里来的 你度众生啊 不会退转 只有提升啊 不会退转 所以往生极乐 有这么多的好处 所以佛欠我们要去 不要留恋这个世界 这世界这么苦 灾了这么多 我们要放下了 所以我们同修 大家也要真正觉悟啊 我们遇到净土好门啊 我们要珍惜啊 我们这一生啊 大家同生极乐果 就是愿我功夫差一点 只要你有真性 切愿啊 都能往生 那关键啊 那关键啊 就是要信 不怀疑 愿就是 这个世界要放得下 愿生极乐 那么行就是念佛了 那么我们有能力 随缘做做好事 都可以向求生极乐 只求一个 愿我临终无障碍 佛来接引 我们就求这个 其他不求 不要求人天福报 你不求人天福报 你得到人天福报 反而比你求啊 还得得更殊胜 这都是应光主持讲的 你不要担心说 哎呀 我不求人天福报 我大概会穷死啦 不会的啦 会比你求啊 还更殊胜 这个放心啦 放心 要相信因果 你回向发言 得佛利加持 那你福报都更殊胜 这必然的啦 是不明理的人 才会有这个疑惑 明理的人 他就决定 不会有这个怀疑啦 所以我们 大家就是要 信念念佛 求生进度 那如果 佛还没有来接引 我们 就是等到时间到 我们再去 也不用急啦 有的人超知过急 反而会出问题啦 就顺其自然 我们只要这个 深信切愿 念佛啊 临终啊 必定赶佛来接引 必定赶佛来接引 那当然我们 每一天晚上睡觉 都是求佛来接引 就是说每一天晚上 我们都要放念佛机 大家床头 没有放念佛机 我都有放念佛机 我来住宾馆 也要放念佛机 我都放在耳朵旁边睡 我都想睡到半夜 如果往生啦 没有人助念 还有 练佛机可以助念 我现在都是这样 这个 我自从 一二年检查出 有四高 我就写了遗嘱了 那一年要去美国 那我就先去检查神明 而且检查除四高 然后我就跟 同修讲 我说万一有 去到你们那边 死在你那里 你们要帮我处理善后 我把医院检查那个定例都花给他们 每一个静东学会 邀请我去的 我那趟去就是两个月 包括还要去加拿大 大家接到我那个就压力很大 我说 我现在跟你讲 我这个头都会阴的 这个如果一下心之梗塞 听说走得很快 一下就断气 万一有到你们那一站 刚好在你们那一站 我说你们要帮我助念 注意善后 大家压力很大 我一到洛杉矶下飞机 那个陈会长就马上把我拉到医院去 所以从那一年开始我就时时刻刻准备往生 现在又过了十一年 又过了十一年 排活者大概还有一些任务要去做 我们老上往生 有一些事情要去做 这段时间也会常常过来一下 总之我们大家时时要有这个警戒心 要时时刻刻练无常 我们这个人生无常 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 我们遇到净土法门 我们就有救了 我们遇到净土法门 是我们这一生最殊胜最难的事情 我们要重视这一个 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得到的 因为净土是无衰无变 是暴土 十暴庄严土 暴土就有始无终了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三界六道是法相土 净土是法性土 法性土它无衰无变 我们这个世界叫法相土 这个为世中讲的法相 我们这个世界是为心所现 为世所变 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 它是为心所现 但是它没有为世所变 它已经转世成智 所以它不会变 我们这个为什么会变 我们身体为什么会变 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 是什么在变 为世所变 那个是在变 是是生灭心 我们念头有生有灭 前念灭后念生 那个叫是心 是那个在变 那我们的自性是不变的 我们自性是不生不灭的 我们在这个变的当中 有一个不变的 佛法的教学 就教我们认识 你自己心里那一个不变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忘心 当作我们的心 我说你认错了 那个不是你的心 那是忘心 是你产生这个世心 那是虚妄的 那我们把那个当作我们的心 在中宫国师三十纪念 所谓心者心有多种 因为肉团心 乃现在神中父母解气所生则是 我们说心有几种 肉团心 我们心脏 我们身体这一颗心脏 这个叫肉团心 是父母血气生的 那这个心 它没有思想 它没有思想的 这个心不是我们的心 这个心 现在医学发达了 心脏可以移植 假的心脏移植到 以的心气 那个移也不会变成假 所以这个是肉团心 第二个就原力心 就忘心 我们现在顺利境界的 想前想后 忘念很多 原力心 这个叫忘心 但是忘心呢 它也是从真心迷了 才陷入这个忘心 离开真心 也没有忘心 忘心好像这个水的波 那个水起风了 才有波浪 像现在做台风了 有波浪 其实那个波浪 它还是海水 没有台风 风平浪静 它是海水 有波浪 它还是海水 那风停了 它回复平静 就好像我们觉悟了 回归清静 那现在迷惑了 就起了波浪了 起了忘念了 那么我们这个忘心当中 有一个真心 有一个真的 有一个真的 佛法八万世间法门教学 到最后就是明心见性 见性叫成佛 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的心 明白自己的心 你真正彻底明白 大策大悟 明心见性 见性就叫成佛 所以你现在明心见性 大策大悟 男的是佛 女的也是佛 老的是佛 小的也是佛 出家人是佛 在家人也是佛 法华经讲 龙女八岁成佛 龙还是畜生到 八岁就成佛了 所以佛是什么 就是心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法教学就叫这个 所以佛教不是宗教 宗教的定义 它是有一个万能的上帝 创造万物 其实那个上帝 也是人去设定的 那你认为那个上帝 他认为那个上帝 两个人认同的上帝不一样 在一起就打架 所以外国有宗教战争 这这么来的 那跟宗教不一样 不能搞混 所以那个佛 就是捷悟的意思 你教我们捷悟 那佛呢 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心 认识我自己的心 是最尊贵的 所以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这个希达多太子降生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那不懂这个意思的人 哦 那口气好大 只有你为尊 其他都不尊 这个如果没有讲解 会误会很大 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是每一个人都有自信 是最尊贵的 那我有 你也有 他也有 大家都有 所以佛法是真平等 无料受庄严 清净平等洁净 真平等 《华严经》 《善财公子》 《五十三餐》 《南尼老少》 《各行各业》 包括其他宗教的都有 都是佛啊 只是你不知道 你不认识 那佛出现在之前 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老了 我们老化了 但是里面有一个不老的 这个波斯逆王 听佛讲任年经 这个常常听佛说 有一个不生不灭 在哪里啊 波斯逆王说 我现在六十二岁了 脸皮都皱了 头发都白了 哪有不生不灭 我这个身体都一天一天在变 越变越老了 怎么会不生不灭呢 那佛呢 说的不生不灭是在哪里啊 那佛就跟他讲啊 就算你身体里面啊 你身体里面的六根啊 你眼能见耳能听 鼻能嗅 舌能长 身体处亦能知嘛 那个六根的根性 六根的根性 其实是一个 任言经讲啊 缘一一精明啊 分成六合合 一一精明就一个自性 分成六合合 六根 六根其实啊 一根既返连啊 六根成泄脱啊 你只要一根回归自性啊 那六根统统解脱了 返连啊 我们就在里做返连啊 这个叫返连啊 一根既返连 六根成泄脱了 这回归自性啊 你就明心见性啊 你就是佛啦 所以大家都是佛啊 没有不敢当的 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啊 但是你现在不知道你是佛 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 告诉我们 大家都是佛 都可以做佛 就为了这件大事 出现在世间的 那佛不是出现在世间说 只有我是佛 你们通通不是 他不是这样的 是说我是佛 大家通通是佛 是做一个示范啊 来启发我们 起悟的 所以我们看到波斯逆王 问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就跟他讲 在六根里面啊 他说在哪里啊 你几岁看到恒河啊 印度有一条恒河啊 他说三岁 他母亲在他三岁啊 抱他到恒河去祈福啊 那个恒河是印度人的圣河啊 要去祈福 就要去恒河 他说你三岁看的恒河 跟六十二岁看的恒河 一样不一样啊 这个一样不一样啊 是讲什么 是讲你能见的 那个能见的性啊 一样不一样 他说三岁我能见到恒河 那现在六十二岁 我还是能见到恒河 这个能见的是一样的 大家要听明白哦 你现在能见的 有一个能见的 那个才是真的 那我们这个身体是变化的 但是这个生命变化当中 它里面有一个不变的 佛都教我们 你要认识那个不变 那个才是真的你自己啦 那我现在把这个假的当作我 这个身体当作我啊 认错了 那波士逆王听明白了 他就很开心了 知道啊 人没有死 人不灭 死是这个身体 所以人没有死 换一个身体 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 但是有个弟子还听不明白 有人听明白 有人听不明白 那瞎子呢 瞎子的什么都看不到啊 那瞎子有吗 有自信吗 当当你找一个瞎子来啊 问他见到什么 那见到一片漆黑 他说 他能见到一片漆黑 那个就是见性啊 他说 那个见到漆黑 怎么是见性呢 跟眼睛见得不一样啊 那么佛就讲 那你现在眼睛好好的 你是凭什么能见到这些万物啊 如果把你送到一个坑道里面啊 没有太阳光 没有灯光 没有绿月光 没有星星的光 你到那个坑道里面去啊 你见到是什么 那不是跟那个虾子一样嘛 大家去试看看 去坑道 挖煤矿的啊 挖煤矿 这边要绑一个灯啊 他没有绑一个灯 下面他什么也看不到 挖什么也看不到 那就跟那个虾子一样的 所以就证明出来 那自信是一样的 他只是这个眼睛坏了 他在修好了 又能看了嘛 这个道理啊 大家慢慢去体会 那么讲这些就是 为什么讲这些呢 我们要知道啊 这个西方极力世界 娑婆世界 都是我们自信所现的 所以我们自信所现的世界 我们当然可以去啊 哪有不能去的 都是我们自信现的嘛 关键你想不想去嘛 你想去都能去 这个是理论基础 所以偶遇大师啊 这个弥陀耀吉啊 信念行啊 他讲了六信 第一个就信智 智就是相信自己是佛啊 相信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十方世界诸佛 都是我的心所现的 不出我的心外 我们的自信是 近膝空变法界 变一切处 毗陀哲那 翻成中文的意思 就是变一切处 叫法身佛 那么报身跟硬化身啊 都从法身出来的 我们也是有三身啊 只是我们迷了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也是从法身出来的 所以这个你回归 还是回归到法身嘛 我们这个身体 就好像大海的一个小水泡 那水泡破了 不是回归大海嘛 大海就比一周法身 我们法身变一切处 无所不在 偶遇祖师讲 信赐 再信他 赐他不饿 现在好像讲了两个小时了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这个讲得没完没了 我想那么我们就讲了三条 这个第一条啊 就是这个世界的灾难 怎么来的 贪嗔所导致的 现在世界人类就是追求物质 这个我们就要看得很清楚 现在各国在争 就是为这个 那这个如果不改变 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汤恩比讲了 无救 无解 汤恩比在上个世纪就讲了 上个世纪讲 人家还不相信了 那现在这个世纪 我们越看越清楚了 真被他讲重 这个世界的乱象 是越来越乱 灾难越来越多 没有越来越少 如果没有提倡中华传统文化 孔孟学说跟大圣活法 这个世界是无解的 那现在中国人 你向西方学 他都走投无路 我们再向他学 你说我们会比他更好吗 所以要认主归宗 所以两岸怎么统一 很简单 你不要认外国人做祖宗 回归认自己的祖宗 这个还用讲什么统一 你本来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讲什么统一不同一 两岸都要认主归宗 恶化没有 自然就是一家人 这个回归老祖宗 你不要那个 是中国人的样子 头脑都是外国的思想 那怎么行呢 所以我们要接受 汤恩比的建议 要提倡中国的 孔孟学说跟大圣活法 这个才能救世界 那个科学是救不了世界 你不要打妄想 他只会把这个世界 搞得灾难越来越多 日本河污水都倒下去了 你还不觉悟吗 科学能解决吗 科学能解决 他就把那个水变成可以喝的 然后不至于泡茶 喝 是万能吗 不要没信科学 要信佛 要信正贤佛佛杀 要信老祖宗 中国人在不觉悟 就整个前途堪立 要觉悟 你不要老是觉得外国阅量比较严 外国有优点 我们也不能否认 他有他的优点 也有他的缺点 你要认识人家的优点在哪里 缺点在哪里 学人家的优点 避免人家的缺点 那我们就比他好 知己知彼 人贵自知 这样你才会提升 才会进步 这个是阿弥陀佛 法杖笔记 也是事前给我们看 他就起全法界 悉空界诸佛世界的优点 然后极大成 去建造他的极乐世界 他就超胜诸佛世界 这个无量寿经 就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无量寿经是 这个世界科技的最高峰 你要学科技 我们老上过去讲过 去美国奖金都欠科学家 去极乐世界 你要跟阿弥陀学 你们这科技还不行 阿弥陀的科技 它没污染 这不是神话 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 越不敢说是神话 以前都是说天方夜谭神话 无量寿经讲 失一得一 失时得死 那多自在 你动一个念头 你想要穿衣服 因为就像这样 你要穿什么颜色 就什么颜色 你也不要去裁缝 天衣无缝 你要吃 像我喜欢吃臭豆腐 就臭豆腐了 不过那个极乐世界 臭豆腐应该比 熟口世界的臭豆腐 好吃 那你要住什么房子 它就是什么房子 你要圆的 要方形的 宫殿型的 或是你自己想什么 它就是什么 随你的意 你想要去游览 磁方世界 莲花 它就是交通工具 你要去哪个世界 观光游览 随时可以去 都很自在 你起早 这个水 要从脚底 冲上来 就从脚底冲上来 从头顶灌下来 就从灵力的灌下来 脚底往上冲 也不用马达 我们这里要用电力 马达 才会往上冲 那你只要动念头 我要水从上面起来 就从上面起来 随你的意念 随你的意念 你要到哪个世界 看看自己的家庭建筑 就随时可以看 可以去帮助他们 那么你吃饭 吃过了 它就没有了 也不用收拾 不用垫冰箱 也没有垃圾 现在垃圾 是这个地球的问题 现在你看这个纸碑还好 如果那个塑胶的 用一次性的丢 垃圾堆到你家门口 你不要 堆到他家 他也不要 但是大家要拼命制造这个 那你说堆个水 到时候堆到大海去 污染大海 人类不是在制造这个污染吗 你现在科技就这样 科技是万能 但一个垃圾 它就没办法处理 所以要赶快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这个喝完了 没有啦 我们想喝又来了 那这个通通没有垃圾问题 这个就很自在 这些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科技 所以这个 我们读了《无量寿经》 还有读《华严经》 你才知道佛家的富贵 华严经讲的 《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中本 这个世界是从从无尽的 这个微尘当中有世界 世界当中有微尘 一重一重 没有尽头 如果你录了这个 你会 法喜无量 你会觉得 哎呀 这辈子怎么这么幸运 碰到这个佛法 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因缘 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 《华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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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大家同共努力 希望我们大家都同生极乐国 好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个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聊一聊 下次如果再过来 我们也就这样 随缘跟大家讲讲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